这些都是普通老百姓 你太敏感了 再说就算他们出现 有我在你怕什么 我会对付他们的 好了 走吧 你说得对 有你在 我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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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等了一整天 好不容易等到他出来了 现在不杀他还太合适 白狼 跟铁手在一起 我们一动手 铁手一定会帮忙 我不想跟铁手为敌 小姐 又是一个人 你nt worry 我愿意 您老板 正好 我愿意 做什么 你坑 你让我喝了 那你坑 你快想去 诸葛神侯呢 把他叫来 我要找他算账 我师父没空 他叫我来问候你 卫老头 把他押出去 对面 你要干嘛 我是吓唬吓唬他 让他常常得罪六扇门的下场 别弄出事来 你放心 我有分寸的 你们想干什么 皇上叔 你犯了滔天大罪 却不肯承认 被你逼得没有办法喽 之后用刑了 把他押出去 是 走 把诸葛身后叫来 走 把诸葛身后叫来 放开我 放开我 你别叫嘛 我用完刑之后 我自然会放了你的 对面 我是刑不上书 你只要敢动我一根毫毛 你就死定了 不要用官鞋来压我 在大牢里 只有一种身份 就是犯人 只要是犯人 就要经过严刑拷打的过程 不错嘛 胸肌蛮大的 烫起来一定很有劲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这个火箭烫上去 保质让你皮太肉炸 痛哗哗叫 追命 我没有犯法 你没有权利来动刑 我每一次用刑 每一个人都这么说 当我整得他们死去活来的时候呢 他们才敢陈遇犯罪 很笨是不是 早知道就早承认吧 就不会说这种皮肉之痛了 你呢 该不会也这么笨吧 追命 你这个混蛋 你们六扇门 无缘无故地扣押朝中大臣 已经犯下了滔天罪行 你只要敢对我用刑的话 我让你们六扇门所有的人 吃不了兜着走 还嘴硬是不是 那就不能怪我了 说 刑惠官员 纵犯死囚独孤一人 官员毒杀灭口案 幕后的黑手是不是你 我王宗凯回官清白 绝不做违法的事情 你不说是不是 我烫死你 担命 担命 义父 义父 你没事吧 你干什么 是谁把他绑在这儿啊 追命 你想对王上说干什么 他 他是二人 我逼他招供了 是谁这样允许你的 你干吗那么凶吗 我只是 我是吃饱了 没事做 想来吓唬吓唬他而已吗 想来吓唬吓唬他而已吗 我有几个胆啊 敢对他心情 有几个胆啊 有人说他 是他 还要是有几个胆 你就是他 人有露燕 我会议 那我跟他 你开了 我看我 你也 Splat 皇上叔 对不起 这是个误会 诸葛神侯啊 诸葛神侯 我一定让你加倍偿还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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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过分了 王尚书是什么身份 你居然拿他来寻开心 师父 我虽然是要吓唬他 可是万一误打误撞 他真的招了 那对我们都有好处啊 你自己也说过 王宗凯被我们收押 他早晚会认罪的 我只是 我只是想帮师父早点节安而已 追命让人认罪是用证据 而不是刑求 但证据死了 我们只好用这个最有效的方法 师父 如果你们相信 你再给我一个时辰 我一定让他全部招出来 闭嘴 你还有理由啊你 铁手啊 你是最有脑子的 怎么连你都不听话了呢 我三令五身地说过 不准任何人来接近王尚书 你怎么可能 让白狼去监牢呢 师父 我们大家都认识白狼 何况他又是王尚书的义子 所以我 我是说任何人 徒儿知错 认错 认错也没有用了 这个事情我一定要处理 否则六山门就没有规矩了 武庆 传令下去 六山门东方总部和南方总部 违抗命令 撤职查办 调人地方制补不快 师父 这处罚太重了吧 铁手和军命之事 不要替他们求情 不这样 他们永远都不会听话 师父 好了 不要再说了 都下去 师父 到了 他是 你 他 我 老师 你们 他 是 你 我们 你也太理我了 好了 师父骂我还不够 你还要教训我 算了 我回房间去了 追